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权上五百万五百万 吃不了亏上不了道 现场转正 重新征婚 副总 在那 走 高调征婚 向母相亲 向母相亲 这就是小孩的爸爸吧 高调征婚 悬赏五百万 我看你皮有痒痒 三天不打你上房接完 你知道就好 毕竟我将来 肯定不会让我的孩子 连妈都没留 向母先人 一把年纪了 还吵不到老婆 臭小孩 你内吼 他急了 他急了 单身狗被踩到尾巴咯 大牛瘦胆 猫狗都咸 从现在开始 我要离家出走 傅云亭 你找不到老婆 我们就不回来了 单身狗 拜拜咯 别跑 你赶紧想办法 给我做个老公 我急用 在线等 小朋友们 你们没事吧 妈咪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妈咪 谁是你们的妈咪啊 妈咪 确认过眼神 你就是我们的妈咪 妈咪快救救我们 妈咪 他们要绑架我们 这个男的怎么这么伤势 这个男的怎么这么伤势 我 我 老板 你别过来啊 别过来 你要是再过来的话 我就报警了 把这社会管为小孩 你想到里座穿啊你 郑小姐 你是不是误会了呀 啊 爹爹 爹爹爹好像没气了 啊我出古文了 啊我我杀人了 快大哥快中心悬赏一个爹爹 爹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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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草 是的 对不起啊 我以为你是人贩子 妈咪 不需要道歉 男子汉大丈夫 愿做事应当 如何这个单身过 一天日子也过不下去了 富可凡 你还好意思说我 我可是你亲爹 爹 你竟然说我是人贩子 还有 那叫妈咪干什么 万人家结婚了呢 你请让你爹去当奶酒餐吧 你 啊 好了好了 孩子年纪还小 别羞了 妈咪求求你了 带我们回去吧 要是被爹爹抓回去 爹爹会打死我们的 啊 可我不是你们的妈咪啊 妈咪 你要是不带我们回去 我们跟着这个单身狗 每天吃不饱 穿不暖 天天挨走 还要睡大街 谁让你们睡大街啊 妈咪 不要丢下我们 妈咪 我们是你的孩子啊 妈咪 你比爹爹知道几万呗 要救救我吗 妈咪 救救我吗 沈小姐 您生的是三胞胎 一男两女 三个孩子 长得都很像你 沈小姐 三个孩子是早产儿 突发心脏衰竭 没有抢救过来 什么 要是我的孩子还活着 应该也是他们一样的 好好好 我不会丢下你们的 妈咪 你是单身吗 啊 我 是啊 太好了 妈咪 那你和爹爹结婚吧 结婚 虽然爹爹各方面都很一般 但是做妈咪的老公实在太委屈妈咪 如果作为妈咪的补偿 就应由我们三个可爱的宝贝 我很一般 不 小孩子不可以睁眼说瞎话 走 回家 看我收拾 走了 你再见 老板 这个季度啊 我又是小怪 我的奖金 奖金好说 只要今天晚上 你让我尽兴呢 奖金我给你双倍 我老公肯定不能同意 你一个圣女哪来的老公 明天我就带我老公来见你 行 沈暖暖 要是明天我见不到你老公 那六万块钱的奖金你就别要 如果我跟他结婚 这样孩子我也有 跟老板打个肚也能赢 咱们结婚吧 结婚 是啊 这样的话 我就有孩子了 他们三个呢 就有妈咪保护了 喂 老板 我马上就到 沈暖暖 房间我都改好了 你现在过来奖金翻倍哦 瞎扯老板 他就爱开玩笑 学来 又是个外景 先顺利 结婚可以 不过我先声明一下 我月光足以度 要车没车要房没房 要所有 臭小子 你那么喜欢他吗 说的好像你不喜欢一样 外家谈天说你大半天 笑得比吃了蜜喊天 你哪只眼睛看出我喜欢 我两只眼睛都看出来了 一个异的河头都能谈下来 为什么不能和妈咪谈好结婚 副总 拜托你好好反思一下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 没妈的孩子是棵草 我们要帮你 我们要帮你 好了 爸爸听你们的话 好不好 但是呢 你们要答应爸爸一个条件 你说吧 只要能答应的 我们一诺千金 绝不含糊 你们不能告诉他爸爸很有钱 而且你们要装作很穷的样子 这样爸爸才能知道他是不是真心对你们好 其次呢 从现在开始爸爸叫副大了 不叫副大了 是总裁的小助 我同意 服役 我也服役 好 那我们拉钩 唱掉一百年不许变 谁变谁是小王八蛋 哇 哇 开线 喂 沈段段 我是傅 傅大伟 哦 我刚才想了想 三个孩子都没有 要不请你结婚吧 嗯 行都行 那咱们明天上午民政局见行 那明天九点 民政局不见回咱好吗 行 我看你这穿的也不便宜啊 这是我们公司的工作服 我在富士集团上班 说好听点是副总的助理 说不好听就是个跑铁的行动 富士集团 那个是咱们江城的龙头企业啊 那你的工资得开多少啊 也就三千左右 三千 你三千怎么养着三孩子 高的话有个七八千 七八千的话确实足 比我开的多多 那你平时住呢 好窄啊你这 每个也租金五千以上 你这七八千打不住啊 我去 小路马叫 那个 是这样 我一个朋友去国外了 他把钥匙给我 让我帮他照看 不是我房子 不过呢 他很快就要回来 那挺好的呀 有这封党羽能住的地方就行 房咱们可以再租 我有点存款 只要咱们好好努力 早晚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反正有了这三个宝贝啊 每天热热闹闹的 这生活想想都让人开心呢 看来这个女人 还挺喜欢孩子的 比我前妻个强太多 那这事 你不跟家里商量一下 你不用 我没有爸妈 婚姻大事我自己做出来 爷爷 你个大老爷们 给个痛快话 你要是不急 我就跟妈咪走了 行吧 那你等通知吧 走吧 回家了爸爸 妈咪再见 干嘛呢你们几个 怎么不吃饭 嗯 这个 一会吃完饭的时候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我们的妈咪都要跑了 你还吃得下饭 爹爹要是不吃饭 怎么给你赚钱 老婆不败家 赚钱给谁花 你连个老婆都没有 赚再多钱有什么用 宝宝 天地赚钱 不是为了你的丧 钱给老婆花 我们就要了 这暖暖 你脑子是不是被门紧着呀 这男的压着收获 没房没车没从 他还带撒兔油瓶 这简直就是个火坑啊 但我觉得他还挺好的 哎 我的孩子要是还在的话 应该也跟他们差不多大 神团团 跟你强盗过多少遍了 以后打死也不能再提 六年前的事情 你知道吗你 现在多少男的介意这件事情 你记住了啊 以后就说 没有怀过鱼 没有生过孩子 姐 姐 我答应你 我以后绝对不会 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彩礼 打算给你做什么 这五斤三斩要上还不是吗 这三斤绝对不能省 行了 我们俩大伙过日子 没有别的钱 能省就省 那怎么能省呢 这得是你第一次结婚呢 再说了 这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 你一定爱你 但是这不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 绝对不爱你 明天商场 买三斤 啊 这么直接吗 就得这么直接啊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太酷了 老妇结婚了 我再也不是没有妈妈的野孩子了 臭小子 我亏着你了 野孩子 爹你再好 我也更喜欢妈咪啊 有了妈咪 我的家就完整啦 世上只有妈妈好 行啊你们 有了妈咪 就忘了爹什么 妈咪阿姨也最喜欢你们啦 小朋友们 我们去逛商场好不好呀 好 走喽 暖暖啊 你不是想要一条金香链吗 我们去看看 我什么时候收到金香链 你不是说好的吗 都得了金香链 自己想要金香链 非得了 去买珠宝喽 耶 暖暖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些 都好好看啊 这鸡手镯挺好看的 三只下来得多少钱啊 一万五 有点贵啊 我买三只呢 能不能打折啊 最近金架上折 我们店也没有折客 原来她是给孩子买金手镯 这金手镯我喜欢 只要是妈咪给我买的 我们都喜欢 我也想要 你到底买不买 不买赶紧走 买买买买买买 买买买买买 买买买买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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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妈咪给我们买了礼物 我们也回礼 对 我还有一百万零花钱呢 比妈咪买个最漂亮的 你的钱如果不够的话 把我的一百万也给添上 谢谢 小小年纪就会吹牛 也不怕笑掉你爸妈的大眼 我们没有吹牛 我们真的有一百万 可爱可欣 你们说什么呢 不好意思 那几百万了 全手机 没事宝宝们 妈咪不要理 你们有这个心 妈咪就已经很高兴了 爹爹 这个项链YYDS 我要送给妈咪这个限量款金项链 快点拿出来给妈咪试试 这可是出自巴黎顶尖设计师之手 全球限量九十九斤 当然好看 不过十万块钱的珠宝 穷人看看就好 你什么意思 谁说我们买不起啊 老夫就这个 我看给暖暖当做新婚礼物 刚刚好 不是太贵了 傻子都不买 货买就赶紧走 别在这耽误时间 爹爹爹 你就买个妈咪了 买 买 那个我这个卡 大伟 嗯 我知道你卡里没有钱 听话咱不买啊 没钱就去路边摊 别在这丢人现隐 我买 不是几团黑卡 这可是总裁的专属卡 原来 他竟然是 先生 您的卡 生金生银生福气 愿您生一天人气 大富大贵大吉利 愿您家庭都顺益 这三位小福星长得可真可爱 将来准是万人迷 先生您不仅英俊潇洒 对夫人也宠爱有加 真让人羡慕 祝你们金链所欣 情义绵绵 怎么回事 没事 没事 那咱们走吧 走吧 走 欢迎下次光临 嗯 你怎么了 刚才这么激动 你是不知道 刚才那位啊 可是我们江城的首富 傅云婷 他在我们店里 预存金额就高达十个亿 别说一条小小金项链了 就连整座江城 买下来也是绰绰有余啊 刚刚那个店员 那么看不起我 忽然又变脸 突然这么巴结我 怎么回事 我 我不知道 他们刚刚拴了你的卡 脸色就变了 你的卡是不是有什么 不寻常的地方 有吗 没有吧 大伟 咱们俩已经结婚了 你还想瞒着我什么事啊 把你那卡拿出来我看看 这就是一张普通的卡 对 没什么特别的 可能是 上面写着富士吧 他可能以为 我是富士集团的高层 没想到 我就是个天选打工人 这富士作为江城最大的集团 会给员工定制 统一的银行卡 这张卡也不值钱 里面就存了一百个亿 这卡里要是有一百个亿 我还说我是世界首富呢 可凡 我发现你特别爱吹牛 虽然我们很穷 但是我们要诚实 不能说谎 知不知道 你忘了爸爸上回 跟你怎么说的了 咱家很穷的 卡里就十万块钱 全给你妈买项链 就十万 那这以后怎么生活啊 还不行 赶紧把机箱链给 没有没有 其实卡里还有两三万块钱 不能陆富 得叫他们艰苦奋斗啊 那也行 反正咱俩现在结婚了 我这奖金也马上下来了 明明抢抢的够 宝贝们 那妈咪也给你们带金小转 来 来 沈小姐 您生的是三宝胎 一男两女 三个孩子 整个都很像你 大卫 这孩子是你亲生的吗 这不废话 不是我亲生的 是你亲生的 不是 那这孩子亲妈呢 谁要我穷 把我帅了 这么可爱 他怎么也舍得 也许说我太敏感了 还以为他们是我的孩子 你提过什么呢 我说 这三个孩子真可爱 暖暖 你不说要去看房吗 什么看房 你们现在一家五口 应该换个更大一点的房子呀 不然 各回各家 也是啊 我正好有个朋友呢 是卖房的 他有这方面的资源 那我们去看房 为什么要租房 咱们不是有别墅吗 可凡 你说什么呢 不是跟你说了 那房得还给别人吗 暖暖 咱大约得需要 租个什么样的房子 怎么着 也得租个四十一厅吧 他们三个人一人一间 咱俩一间 合理 你想什么呢 当然是你自己一间 每天晚上 我轮流落一个宝贝睡 你们说好不好啊 好 那咱们去看房吧 那香链是你出 房租我出 这个房子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一个月四千 鸭一付三 这鸭一付三的话 这一下就得出一万六 这样我们一家人商量一下 好 请 这房子其实不错 但就是租金太贵了 好好看看家 知道了吗 明白 你这房子有点问题 这么小才一百三十 怎么住 对啊 厨房也那么小 怎么做好吃的 是啊 还没有阳光房 还没有院子 各位 听你们的描述是 你们想看别墅啊 我这也有房源 咱们可以去看看 我不是那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就这点租房预算 还行这不好那不好 恕我不能奉陪 你们自闭 不是 咱就说那其实它 我是让你们 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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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你们倒好 这么挑剔 那怎么办 我们只能睡大街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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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什么 五年 好 谢谢您 那个 男男 我朋友说 他要在国外五年 说这个别墅 让咱们继续住 五年 好 我们有房子住了 快点儿 快点儿 这边说好大好豪快啊 咱们住这何事吗 这边说好大好豪快啊 为什么不合适呢 实在不行 给点房租意思 好好好 来 副总回来了 尽管咱吃什么 我去准备 什么 副总 不是 他说我总算回来了 这是我姨妈 没事帮我照顾三小孩 是是是 姨妈好 现在姨妈年纪也大了 既然我已经来了 以后小孩子的活 我来干就行 这 对 就听暖暖的吧 姨妈 要不你回去休息 好 孩子们 你们想吃什么呀 妈咪亲自下厨 好 好 好 来喽 吃肉肉喽 哇哦 妈咪做的饭好香啊 香吗 想着多吃点 来 来我给你驾 好吃啊 好吃啊 好吃多吃点 啊嗯 肉美的傻子你少吃点让孩子多吃点 吃多吃 嗯 妈咪我们吃饱了 好去玩去吧 嘿嘿嘿嘿 走了 你休息休息吧 我来吧 行 那辛苦你了 孩子们 我来啦 我来啦 三暖 六万块钱 我已经准备好了 真的 啊 谢谢 下班了 来找我 老板 这我 我老公吧 他脾气不太好 要是被误会了 他会打死人的 别 接着别 我看你打算骗我到什么时候 怎么还不信呢 你看 真结婚呢 嗯 不过啊 人妻 更有味道 老板 我就先走了啊 去卫生间吧 很刺激的 只要你愿意 我愿意 再给你六万块钱 怎么样 你给我放尊重点啊 你要是在这儿 我就报警了啊 哎呀 在这里 我是老板 你叫谁来 都没有用呢 你要干什么 哎 哎 牛牛 哎 来 哎 哎 呀 啊 老公 你就是沈暖暖的老公啊 别以为 你就是一个主财特助 穷我哪一个 哎 骗了你啊 哦 哦 你你个大老子 我现在就把你老婆给开除了 我可是不是集团的经理 哎呦 老公 谢谢你啊 妈的 你给我等着 嗯 哎 宗主 你怎么来了 从现在开始 被机团开除 啊 宗主 都是我的不对 都是我的错呀 我 我现在就把脚筋 给谁要紧蹭过去 这会儿知道 完了 哎 把你把厕所给我舔 然后 再找你算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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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说 我错了啊 好好 我舔 我舔 哎 总主对不起 我舔 哎哎哎 帮着舔 舔干净 嫩嫩 我忘了给你介绍 这是我们富士集团的总裁 傅云廷先生 我就是他的特责 哦 副总你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赶紧把沈小姐的奖金发下去 另外 再拿出一万块 暂时给 沈小姐的补偿 啊 副总谢谢你啊 太谢谢你了 谢谢 副先生 您看 就这样安排 很容易 哎 哎 副总 您说什么 就是什么 啊 好好 那 那就这样吧 那 那我们先回去 哎 老公 你们老板说 要给我补发奖金 但是像他这种老板 一般说话都不算数 他不会骗我吧 不会的老婆 放心吧 我跟傅先生认识很久了 要不 我查三个数 你看奖金 会不会到账 三 二 微信到账 七万元 哦 哦 我的天哪 我 怎么你说到账就到账啊 这天真气了吧 不就是七万块钱吗 看把你高兴 什么叫就七万块钱啊 你说这七万块钱 能给伯贵们买多少好吃的 这个时候还能想起三个宝账 他是真的喜欢孩子 真的吗 嗯 这傅大伟还挺帅的嘛 嗯 英雄就美啊 嗯 那你们在那方面还和谐吗 嗯 哪方面 哪方面 啊 哎 还能是哪方面啊 就是那方面 我们两个分房是互不干涉 那你们还同居 师哥什么呀 你说实话 你说不是还记着六年前的那个男人 小妹你给我吃了什么呀 姐姐 你就在这好好躺着 一会你就不难受 嗯 你请我沉默假装洒脱 你轻描淡写击 说放弃就别离 不歇斯底里温习 说唯一点抗拒 我们用过四季 这句子未定 又应该如何重离 你轻描淡写回忆 没余地被提起 我预备写想你没有谁 我不愿清醒 有多久 没有你的 是 怎么可能呢 我都已经忘了那男人长什么样了 如果我还记得他胸口上有个X型的爸 那就行 既然呢你和这个傅大伟已经结婚了 那就好好生活 把以前的所有事情全部忘掉 以后的路 光明 惨了 没错 不管他是哪个男人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世 我们要为新的生活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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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爹地和妈咪都结婚一个月了 可是爹地和妈咪还没有睡在一张床上 这可怎么办呀 这可让我们操碎了些 爹地是个钢铁之男 连撩妹都不会 这事还得让我来撮合 怎么撮合呀 过来 我告诉你 妈咪老师让我们画自己家的样子 我画了爹地 妈咪两个妹妹 还有一个大床 好 要是我不会画窗外的花花 妈咪你听我吗 好 嗯 你看啊 画的是杏仁葵是吧 杏仁葵呢 妈咪好厉害 妈咪那你理想中的家 是什么样子的 家 我的家 沈 沈姐的脸都让你冻尽了 你当初背着我 跟这个女生 生下沈寒雪和沈编宇的时候 我不丢人 你为了跟这个野女人结婚 把我妈赶出家门 让她一个人孤零的死去的时候 你们不丢人 你 你这个小贱人 骂谁是野女人呢 天山我一分钟都不想叫这个小贱人 爸 这个沈暖暖不知道在外面跟多少个野男人上过仇 我们沈家没有这样的女人 爸她给家里又挣不了彩礼钱 那肚子里野种生下的也拖累我们家 不要这样的打击 沈暖暖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我身家 好 沈天山 你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 从今以后 我们 恩断一决 妈咪啊 你怎么了 没事 我没事 我没事 我就是看到你们三个这么可爱 太开心了 她怎么看起来 这么四星星星星 好了 咱们不画了啊 时间已经很晚了 你们该睡觉了 今天晚上呢 我个人可心睡 嗯 暖暖 嗯 晚上你睡主卧吧 晚上啊 我 妈咪 今晚我要跟你一起睡 我们也要跟妈咪睡 你们三个天天都要跟妈咪睡 今天晚上让妈咪休息一下吧 好不好 不好 我们要跟妈咪睡 好好好 今天晚上啊 咱们就一起睡主卧的大床 哎 爹爹 今晚我也要跟你一起睡 那你是想跟妈咪睡呢 还是想跟爹地睡 你们两个都陪着我吗 这样才是一家人吗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睡在一起 哥哥姐姐说的对 不要混 咱家主卧这么小 咱们五个人怎么睡 爹爹 你们要是不陪我睡 我今晚就睡不着 我今晚睡不了 我明天上幼儿园肯定会迟到 上幼儿园迟到 老师肯定会让我叫家长 我让你一天上午成八 不信你就试试 畜生 你这下孩子 大不了 今天咱们就一起睡吧 一起睡 嗯 嗯 嗯 暖暖 太紧了 闷得我一身汗 你坚持一下 等他们睡输了我就回房帅 行 反正我也睡不着 我也不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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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爹爹刚才说他很闷 我来帮他把衣服捡了 把被子也带走 一会儿爸爸冷了 就会自己抱住妈咪 把妈咪的被子留住 如果爹爹冷了 就会自己钻进妈咪被窝里 嗯 哥哥 你真是太聪明了 我们的幸福要靠自己把握 对 不能靠爹爹这个直男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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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坚持的生气啊 我在想什么 嗯 好像是一道疤 你干嘛 你账我便宜啊 咱俩不是说好身床睡啊 你怎么钻我被窝里去啊 大哥 大哥了 大哥啊 大哥了 你看这谁的呗 谁的被窝 麻烦你告诉我清楚好了 肯定是不可反干的 凤凯凡 你给我过来 你喊他干嘛呀 人孩子肯定是因为冷了 所以才把被子拿走 还有啊 你先让我看看你的生气 干嘛 少灵王 你让我看看 你看一下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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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哥哥 你给你看 我觉得此事是你了 啊 老爸的心疯我们来创造 你知道爸怎么来的 多少年了我也忘了 跟那个男人的伤疤不一样 喂 摸够了没有 我摸你一下怎么了 你是我老公 我是你老婆 你的身子 我想怎么就怎么 你 啊等等我 啊 哥哥 你看到了什么 要人那点事 我们小朋友不感兴趣 我也什么都没看到 要坏小孩子可不好 呃 宝贝们 呃等妈咪洗漱完 去给你们做早饭好不好 好 好 那你们先去洗漱 妈咪等下就过来 嗯 嗯 哈哈哈 哼哼 哈哈 不好意思 慢点慢点慢点 啊 啊 副总 这是您要的床 我们给您送来 嗯 这就是修斯先生 亲自设计的那块木 是 除了用了顶级红木啊 这床的周边 还用黄金镶嵌 价值三百万 嘿嘿 哎 副总你来了 走走走走 哎 怎么走这么着急啊 啊 这大清早的副总来干什么 这啥呀 哦 这个 嗯 那个 那个副总说在路上捡了个破床 费材人多就给他送回来 是吗 啊 不对 这可是著名设计师修斯的签名 这床很贵的 是吗 嗯 这你怎么知道 我学过设计啊 这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么贵的床 这副总为什么要送给你呢 嗨 嗨 你看啊 这肯定是个山寨火 就是个破烂 嗯 我也觉得 你买不起这么值钱的东西 我上班了 行慢点 嘿嘿 妈咪 我们要陪着你跟你一起去上班 那怎么能行的 妈咪上班很辛苦的 你们根本坐不住 妈咪去哪儿 我们就去哪儿 那好吧 那你们要答应妈咪 跟妈咪去店里的时候 一定要乖乖听话 不许乱跑哦 OK 出发 出发 出发出发出发 我看谁跑不快 我来了 老婆工作太辛苦了 我得抓紧给她换个工作 你们三个在这乖乖坐着 以后不要跟我上班了 那我们到处看看 哎呦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沈暖暖啊 六年前那么大的学 没能把你给送 两位客人 如果不买房的话 就赶紧走吧 别打扰其他客人 你一个小销售 天天给别人卖房子 自己有房子吗 我看你啊是买不起房子 也没有孩子更没有家 嗯 你怎么知道孩子的事 那天天啊还有不透风的情 你还怕被别人知道了 倒退了 孩子他爸找到了吗 是韩雪 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你要是不买房的话 就赶紧走 我都说你都换成这个德行了 还装什么情高 你要是跪下来求求我跟韩雪 说不定我跟他爸爸说一说 赏你一口饭吃 妈 你赏什么饭吃 狗饭啊 只有狼心狗肺 狗眼看人低的人才配吃狗饭 我看你们两个就挺合适的 你还嘴硬 好 今天等小姐就赏你一口饭吃 看到了吗 这是我爸给我的饭 专门让我过来买房子用的 今天我是你的顾客 你还不赶紧好好交代交代我 麻烦帮我们倒杯水谢谢 行 沈暖暖 我妈的眼睛到头顶上了吗 你放低一点 跪下来取刚刚好 行 行 沈暖暖 你说我们两个是亲戚 我呢现在是设计师 而你呢 却在这里看人眼色当牛做马 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感受 沈小姐 您这么优秀 一定还有钱吧 那当然了肯定比你有钱 您刚才说要给我口饭吃 那就请您一次性赴清清夜亭别墅的房款吧 这个别墅多少钱 不贵啊 也就一亿多一点啊 按照您的实力来说 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这么多 我什么时候说要买清夜亭的别墅了 你自己看看 这是不是清夜亭别墅 刚才是你说要买房 我才提起房款 怎么 现在又不敢了 是没钱了吗 谁知道你这别墅这么贵 鲜贵你就别买啊 害我在这举半天 我虽然只是个销售 但你们也不能仗势欺人吧 不许欺负我妈咪 哎 你们三个教他什么 他教我们的妈咪 是暖暖 你嫁给傅大伟那个穷光蛋了 我嫁给谁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 这三个小孩 是我生的 你说什么 可凡可爱可心 你们说 我是不是你们的亲妈 妈咪我们害怕 就算他们是你生的 但他们现在是我的孩子 我们家韩雪挑剩下来的货色 你还当成宝了 真是个小 沈韩雪 情如霜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你再轻刚 不是还得给我们家韩雪的孩子 当后妈当幼女 你还真别说啊 什么暖还挺适合做后妈 正情女孩 谁干不了这些 虽然你是我亲妈 但现在不许你说我妈咪 谁是你妈 别乱人妈 我们家韩雪以后还得嫁人呢 沈暖暖 幸亏你把这三个拖油瓶给我借走 不然还影响我再去 沈暖暖 你是这三个孩子的亲妈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 妈咪 我没事 我刚才已经给爹地打电话了 他马上就会来救我们 行 行行来的正好 沈暖暖 你正好把你那便宜老公给我喊出来 我倒要看看我丢出去的垃圾 你是怎么当成宝贝 这个傅大伟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还骗了我女儿嫁给她 其实一毛钱都没有 好 宝贝们 你们先去旁边等妈咪 一会就好了 一会妈妈去找你们 好 去吧 你们侮辱我可以 但是你们侮辱我的老公跟孩子 我看你今天是不想从日子 你要干什么 这可是到处都是摄像头 既然这都是摄像头 那我们就找一个没有摄像头的地方 走 哎你 你别躺啊 啊 沈暖暖 开门 别傻了 让我开门我就忘记 开门 开门 散开门 glob 哎就是他 你打我家女儿我要报警 明明是你们家沈寒雪先欺负我的 店里监控都看见了 妈你别说 不行 赶紧送我去医院了 我赶紧没完 走 直接看了 去看房吧 没事 又是我刚才碰到你前妻了 她侮辱我们的宝贝 我衣食没卵住 给了她几下 那你没事吧 我当然没事了 对过她还不是小意思 不过我今天还知道你另一个身份 原来你是我妹夫 啥 你是沈寒雪的姐姐 也是也不是 我们两个早就断结关系了 但是你们俩为啥结婚 当天她给我下了药 非跟我说 她怀孕 然后等孩子出生 不过 孩子出生没多久 我们就离婚了 这确实是她的做事风格 她当初也是这样对我 不过她为什么非要跟你结婚呢 把我当成豪门总裁了呗 想靠着孩子相爱 原来如此 原来在这上班 还有打架的风险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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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们售楼部有规定 要是打架的话 会被辞退的 哎呀 这回我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 保不住就保不住呗 你在家待着 我才不想躺平呢 我是学设计的 要是能进入设计公司就好了 但是也没有公司愿意要我 最起码在这儿 还有三千块钱的底薪呢 才三千块 我给你 你开什么玩笑 你哪来的钱 公司今天刚发的奖金 咱们都结婚这么久了 以后我赚的钱 都给你 不行 这个钱还得给三个宝贝留着 他们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呢 还是好好琢磨琢磨 找找工作吧 你说你真够惨的 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公 又是沈寒雪的前夫 其实没啥所谓 反正他俩不是一路人 那孩子呢 你再给沈寒雪这个小贱人养孩子 这孩子长大了还认不认你呢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吧 反正我一看着那三个孩子 我就觉得我心都快化了 我就总感觉 我的孩子还活着 或许啊 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行吧 那你也想开点啊 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能有什么打算 偷了一堆简历 连个动静都没有 我有个朋友啊 在嘉华酒店做经理 他们酒店招服务员 要不你去试试 他们给多少钱 月签四千呢 那我试试先 我能不能试试啊 慢点吃哦 慢点吃哦 嗯嗯嗯 哦 别烫着哦 哎呀 多谢副总啊 咱们江城第一设计公司 马上就要开张了 我集团名下 就有一家设计公司 这次咱们强强联合 不小心 重新组建的公司 我希望它能成为 跨领域的设计公司 明白明白 多谢多谢 这个项目 我一定会亲自建筑 全力推进 来 我敬你一杯 副总 我不喝酒 不喝酒啊 那您这年轻有为的 怎么能不喝酒呢 来来来来 我真不喝 喝一个来吧 我真不喝酒 晚上还要照顾三个孩子 哎呀 这就必须得喝 来来 哎呦 哎呦 副总您是 我不是故意的呀 副总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来来来 我给你擦擦 哎呦对不起 两位老板上菜了 大维 不是你啊 您干什么呢 什么干什么 你们两个男人 竟然做那种事情 做什么事啊 哎 暖暖 你听我说 暖暖 老婆 杜大维 你跟我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这 在喝酒啊 你拉倒吧 我都听我同事说了 那个人可是故事的总裁 你呢 你是谁 你就是富士集团的 一个小特助 你们两个 怎么能到一块喝酒呢 还喝酒喝到 所以你赶紧跟我说清楚 是不是他强迫你的 强迫我的 强迫我干什么 强迫 强迫你做那种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 真没有 傅大维 该不会是你主动的吧 你不会是喜欢老男人吧 他那个年纪都能当你爸了 我没想到你口味这么重 老婆 你说什么呢 快不到咱俩结婚这么久 你不让我碰也不敢靠近我 傅大维 你该不会是有问题吧 但是咱俩都已经结婚了 你要是有问题 你咱俩以后的幸福生活怎么办啊 老婆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问题 我不信 你不信 那我要怎么证明 我是一个正常男性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证明 我怎么证明 谢谢 你可以相信我是正常男性 你相信相信 绝对相信 对了老婆 你怎么在这 我不是丢了工作吗 我闺蜜给我介绍的 老婆 做活员太心狂 那你说得到轻巧 我还想进富士集团的设计公司呢 能进吗 那都知道富士集团的设计公司是最难进的 里面就位顾总 说要和富士成立江城最大的设计公司 我这不听到消息 赶紧跟人喝一杯 老公 你该不会是为了给我找工作 才故意去从顾总的吧 你这么理解 也不是不可以 来 我跟你一起进去 我看看他能怎么教你 来 老婆 顾总 我老公特意为了我工作的事来求你 我知道他长得帅 但你也不能对他有所企图吧 你 是是是是 沈小姐 我们只是喝杯酒 你喝酒行 但你不能喝焦杯酒 啊 不喝不喝不喝 啊 想喝酒是吧 行 陪你 来来喝 干杯啊 哎哎哎 沈小姐 够了 够了是吧 别别别 哎 你来给我 够了够了 他受够了 够了 喝呀 你怎么不继续喝呀 啊 行不行你们啊 真是服了 喝不了别逞强啊真是 吃谁喝杯啊 啊 我那时不能喝吗 我就是见不得你被人欺负 我我就忍不了 哎 大伙还得看住人 我真是谢谢你了 嗯 啊 你怎么长的 这么像条狗啊 啥 我堂堂富士总裁 你说我像狗 不过呢 是一只很帅的狗 嗯 别 我给你脚垃圾桶啊 嗯 我喝水 好 慢一点 你也喝 我不喝 你不喝 你不喝 是不是想让我喂你喝 然后 你 老公 甜不甜 那你喜欢吗 我喜欢 我也喜欢 让你安排的事情安排怎么样 副总 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通知夫人来面试 还面什么事啊 直接入职 是 你醒了 喝点粥吧 喝点粥对味好 你这是宿醉 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昨天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昨天什么事 我想起来了 我被一头猪梗了一下 我也好像不是啊 是条狗 但也不像啊 反正是什么猪狗不如的生物了 行 你不是给我准备的吗 木桃薇你是狗吧你 喂 您好 是沈暖暖女士吗 哦 是我呀 我们是富士集团设计公司人事部的 邀请您今天来我们公司入职 什么 请问您对薪资有什么要求吗 我没有要求 哎 咱们公司 工资是多少啊 我们的工资是 底薪两万 每个月奖金不低于一万 多少 呃 那个我们可以底薪三万 每个月奖金不低于两万 你说多少钱 啊 呃 那个 6万 每个月奖金不低于三万 好 我现在就去公司 宝贝们快让妈妈亲一口 你来过来让我亲个 呃 呃 呃 宝贝们 妈咪当上设计师了 哈哈 啊 你怎么不至于爹地一口啊 我可不是猪啊 爹地 我看你是想亲亲 又不好意思吧 走吧 你哪儿的车啊 嗯 我管公司借用一下 今天是你第一天入职 我得端好这个司机 走吧 快吃了 七点了 哎 啊我不行不行 我得走了 要知道了 走了啊拜拜 快快 下午三点的时候去找主管 啊对不起啊 走都没长眼睛啊 什么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还需要跟你汇报啊 你个卖房的 敢随便混进公司发传单 我现在就让保安把你赶出去 我不是来发传单的大姐 我是来上班的 你睁大眼睛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富士的设计公司 是啊 我就是来富士设计公司来上班的呀 你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抄袭我的作品被学校开除 又被小混混搞大了肚子 现在又遭棉发传单 你有什么资格来富士上班 不会吧 这样的人还能在咱们公司上班啊 韩雪可是咱们公司工资最高的人 肯定不会说假话 他表面看着人出武汉 没想到会做出这么下流的事情 沈韩雪 我的私事你少管 我来是人事部经理通知我的 这是我的入职合同 请闭上你的臭嘴 你还一张A4你在这捕谁呢 我看你这后妈当的还不老实 她时又看上了我们设计 单线的包裤帅 想到金闺序 你这下就没关系 沈韩雪 我看你是忘了我上次怎么打你的是吧 皮又咬了是吧 你敢 这里可是副社区团 我现在就让我来搬打出去 是谁在这打成的 这个小店员 混击公司的几年是单菜的感觉去 主管 他把我的入职口都留在地上 还对我人身攻击 这是副总亲戚教育 我还对我自己去 沈韩雪 这是咱们公司新入职的同事 请你放尊重 你怎么可能 就凭他 你是在教我做事吗 沈韩雪 我不敢对 不敢对我必须 各位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公司新入职的同事 沈韩湾 另外还有件事情 要通知一下大家 咱们公司的大客户修司建设 请各位尽快准备好自己的设计稿 明天在修司建设会报 跟我来吧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嗯 明天 著名设计师修司要来公司 水查设计稿 从事里面做 什么设计稿 啊 你可关于床的设计 床有什么好设计的 不就睡觉的地图吗 你可关于床的设计 床有什么好设计的 不就睡觉的地方 谁说的 谁说床 谁说床 床呢 是一个家庭最稳暖的港湾 他呀可以跟最爱的人靠在一起 就能阻挡这个世界什么都很严重 我 床呢 是一个家庭最稳暖的港湾 就能阻挡这个世界什么都很严重 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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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师先生可是从欧洲考察回来的 你这个没有见识的图包子 等会进去的时候 闭上嘴巴 别乱说 那是把合作搞和 一之下借你 你們是江城守住移植的設計公司 我能將你們的設計方案 會向全世界 就是你們怎麼能把這個東西給我看 啊 這太差了 實在不好意思休息先生 嗯 您能跟我們說一下 該用的問題嗎 你怎麼修改呢 設計的工作 沒有標準的答案 這是設計 這是創意 這是偉大的藝術 看來 我這次來江城還是一個錯誤的路線 我想 我們 先贊成一下 報告 不好意思 王主管 修子先生 打擾一下 我這還有一個方案 能不能 給您再報一下 不好意思 王主管 修子先生 打擾一下 我這還有一個方案 能不能 給您再報一下 修子先生 你別聽他 他在剛入職 怎麼可能有成功 我看啊 他肯定是超級力氣的方案 修子先生 我昨晚一夜沒說 你才把這個方案做好 所以 可不可以請求您 給我幾分钟的時間 我把這個設計稿講一下 可以 謝謝 床呢 是一個人一生完整的舞台 生老病死 人的一生啊 所有重要的時刻 都會在床上讀過 所以他的總體感覺呢 應該有茅台酒的性影 六兩葉的厚重 建南東的典雅 和國將1574的神針 這個設計 我喜歡 謝謝 先生 小小姐 你剛才 講到幾個白酒的品牌 請問你平時喜歡喝白酒嗎 我 我好像沒有靈感的時候 就喜歡你小麵糕 我也喜歡白酒 比如毛財 像小姐 王主管 我願意跟你們合作 那真是太好了 沈小姐今天立了大功 主管 我建议 今天晚上 咱们跟修斯先生 好好庆祝一些 你的提议不错 我得找家好餐厅 主管 修斯先生 既然这么喜欢喝茅胎 沈暖暖小姐 都这么了解茅胎 不如 我们今天晚上 去沈暖暖家里 吃个便饭 尝尝茅胎 谁还去 你想故意整我 孝敬先生 我家吧 挺感杂乱 而且我家的酒都很便宜 不太适合你的甜味 所以才值得离去 我看 你是家里没有 我看 你是家里没有吧 我没有必要骗秀斯先生 酒方知己 千杯少 我从不在酒架位 你愿意到你家里 那咱们现在就去 那我回去先给我老公 是 那就当然了 那咱们 你快去看看 咱们 你快去看看咱家酒棍 还有酒没有 好的妈咪 走 我的天哪 这玩意没 妈咪 没有了可能是爹地出差事要用 把酒残墓带走了 啊 啊 秀斯先生 你叫来咱们家 没有酒都干的呀 那咱们我的伙子千块钱 万别人啊 耶稣 妈咪 妈咪要带客人来家里吃饭 我们要拿出最好的东西来交代 我知道 要让妈咪很有面子 但是 我们家里没有酒了怎么办呀 张管家麻烦你来一趟 少爷好 这些是飞天茅台 五星茅台 八十年茅台 一百年茅台 汉地茅台 您挑这好的放进酒柜里去 单瓶十万以下的就不要在往里面放 是 茅台酒搭配中餐对比的 我们考虑到客人的口味有所不同 从中餐八大菜系里 各挑选的两道 经典的菜 客人也可能是从外国来的 再配点日本料理 意大利披萨法式鹅干 好 我们马上就去准备 妈咪是设计师 所以家里要准备一些艺术 你把仓库里最贵的那几幅画打出来 帮 哥哥 那几幅画太贵了 爹地不是跟我们说过要在妈咪面前装穷吗 等会妈咪问起来怎么办 放心 嘶 到时候让妈咪直呼对行 妈咪好 叔叔我阿姨好 哈哈哈哈这上个小朋友很真可爱 哈哈哈哈大家请进 您的家确认太少了 啊谢谢先生谢谢 富大五干什么呢 怎么有钱做这么好的 好 陈小姐这么多美食 你真有心啊 休斯先生是我最简阳的设计大师 您早到来简直到我们家 澎壁生会啊 省到哪你就别废话 赶紧把你们家茅台拿出来看看 這不是茅臺酒嗎 可凡 是不是沈軟軟 讓你拿個酒瓶裡面倒點水 來騙秀秀先生的 怎麼可能 這酒瓶包裝都是完整的呢 這就是茅臺 而且是十分名歸的無形茅臺 怎麼可能 我們家的茅臺可不止這瓶 還有大地茅臺漢地茅臺 八十年茅臺 天啊 這竟然是漢地茅臺 八十年茅臺 一百年茅臺 天啊竟然是漢地茅臺啊 沈小姐 你真讓我開了銀劍啊 休斯先生 這些酒很酷嗎 那當然的 漢地茅臺啊 全世界只有十瓶 據我所知 三年前 有一瓶漢地茅臺被排賣 七排價高達 三千九百九十九萬 這怎麼可能 叔叔 這是我們家的客人 這些酒 能隨便喝 哦 陳小姐 這可是排賣級別的層級 還是繼續珍藏吧 是 我珍藏 我珍藏 休斯先生您先請自電 哦 那麼貴重的東西是從哪發現的 嗯 今天我和兩個妹妹在倉庫發現 應該是這個別墅主門的東西 我每次都只寫oral 什麼新運輯 我慢慢裂 這一套 就是邏輯堡公司的產品 還這燈 應該是托斯科的 親手設計的 陈嫖姐你这个装修真的太有评委 啊 让您见笑了 哎 这不是我设计的床吗 这是山寨的秀斯先生 我说沈暖暖 你就算是崇拜秀斯先生 也别去买他山寨的作品 你这是在侮辱秀斯先生 我没有 我 这不是山寨的 这就是我亲手设计的 红木船 你看 名牌上 有我度一无二的签名 沈小姐 看来我们俩还真有缘分 真有缘分 哎 秀斯先生我们真是有缘分呢 呃 那 让我们 为了我们的缘分 干一杯吧 好 这怎么可能 沈暖暖跟苏塔尾是两个穷鬼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钱 欢迎大家来到我家做客 大家 干杯吧 随意吧啊 沈小姐 不过还是去逛一下啊 还逛啊 那您那您去吧 沈小姐 这有榴莲蛋糕你吃吗 谢谢 我记得沈南呢 是对榴莲过敏 沈小姐 感谢你邀请我们来这里坐 来请 沈小姐先生 好看吧 这幅 这幅梵高的榴莲花 是从哪里得到的 这可太珍贵了 哎 你要宣问我这个 画从哪来的呢 可就说来话长了 这是一次非 沈暖 沈暖 不好意思啊 小姐先生 他们这是怎么了 刚才吃了那个蛋糕就变成这样了 可凡可爱可欣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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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姐 我不知道我这孩子怎么了 跟我来 好好好 怎么样医生 你也真是的 连孩子对榴莲过敏都不知道吗 这可是过敏性休克 再晚来一会可就危险了 对榴莲过敏 是的 没想到这三个孩子竟然跟我一样 医生 我求求你啊 一定要救救他们 现在已经没事了 你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会 好 那谢谢你啊 没事 我先过去 沈小姐 那你就在这里陪孩子吧 我们就先回去了 好 谢谢主管啊 今天麻烦您了 客气 沈暖暖 你在这儿把我的孩子看好了 要是我的孩子出了一点问题 我让你去不了兜着走 你滚 傅大伟 李总 几年不见你可以 又去了一个小交亲 跟你有关系吗 当初老娘要不是以为你是个总裁 才有了孩子嫁给你 以为你能带我过上什么好日子 结果你个穷光蛋 根本不是什么总裁 白白耽误了老娘一年青春 老娘现在看到你就来起 咱们离婚 我给你分手费 孩子们一直都是我扶养 不用你费心 你要是没什么事 你就赶紧走 霍总 没想到 沈小姐对您还是这么大的火气 沈寒雪虽然败金 但毕竟是孩子们的亲生母亲 我也不想跟她一般计较 这些天 她在公司还安分 沈小姐的脾气 您不是也知道吗 还那样吧 只要她安分手挤 哪怕她没有业绩 冲着孩子们的面 我也会给她更高的工资 让她安心养了 对了 孩子们怎么样 已经没事了 暖暖小姐正在陪她们休息呢 怎么会过敏 你们当时在干什么 这事都怪我们没注意 不过 真是亏了暖暖小姐了 她忙前忙后的 比沈小姐更像是孩子母亲 是吗 副总 您不会 还没跟暖暖小姐坦白您的身份吧 当初沈寒雪怀孕 所以才不得了解惑 就是因为沈寒雪太白金 所以我才隐瞒自己的身份 我觉得 暖暖小姐不是为了钱 她是真的很喜欢这三个孩子 我知道 你先回去吧 是 你自己现在是 知道我 是 我 我 现在是 不是 我 我们要去 我 死 我 我 好難受 啊 好難受 救救我 酒店裡的服務員 都比你跟我找的強 啊 你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 懷過孕生過孩子 懷過孕生過孩子 你記住了啊 以後就說 你沒有懷過孕 沒有生過孩子 沒有啊 你怎麼突然問我這個 可能也許是小河吧 沒事 我就隨便問問 如果你有孩子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啊 傅大偉 你之前 可從來沒有問過我這些問題啊 你今天 怎麼突然這麼關心我呀 啊 那個 你看啊 咱結婚這麼久了 我這些問題應該早問你的 但其實吧 我今天想跟你 坦白一件事 說 坦白什麼 其實吧 我還有另外一個身份 哇 什麼身份 你白天當司機 晚上 畫身超人整個世界啊 不是 我該怎麼跟你說呢 你有沒有發現有這樣一類人 他們經常被電視報道 但是行為很詭秘 但是有很多人都想找到 哦 我知道了 老賴 知性被執行人 傅大偉 你該不會在外面欠了很多錢吧你 你別是個老賴啊 想什麼呢 怎麼可能 那你什麼聲音你快說 就其實我 還在沒事吧 爸 你也在啊 我問你啊 你是不是去傅雲廷那個設計公司上班去了 是啊 我 我跟你說呀 你可得防著點啊 這傅雲廷的這個設計公司 當年去咱學校招人 你不是還給投了份方案嗎 就是傅雲廷這個小情人 什麼 沈寒雪 從中作梗 說你的方案是抄襲的 這傅雲廷這個傻子還真就信了 才把你開除了 你說這傅雲廷他是不是個人渣 是不是個大門男 都過這麼多年了 你這事干嘛呀 但是咱就是說傅雲廷啊 他確實是個人渣 怎麼這麼表演 是嗎 你剛才想送什麼來著 你什麼身份 哦 我想跟你說 就是除了我是總裁的助理之外 我沒事給總裁也當司機 這你也值得拿出來說真是沒出息 公司總部說 有兩個重要的客戶要來江城 你去江北機場借一點 好的王子 媽咪你什麼時候回家呀 媽咪已經下班了 馬上就回去了 沈暖暖 你去江南機場接兩個重要客戶 這是公司的車 在停車場 好 可凡 媽咪先去機場接人了 一會兒就回去啊 江南機場到江北機場 還有兩百公里 你一定會知道 到時候我看看你怎麼交代 媽咪要去機場接很重要的人 開公司的車去影響媽咪的形象 我們可得用點高級貨色幫媽咪 這個說得對 咱們把家裡低庫的車全開出來 讓媽咪成為最炫酷的媽咪 那媽咪問起來 這些豪車是哪弄來的 做可怎麼說呀 要不咱們就說 咱們是外太空來的使者 豪車是咱們飛行器 對對 就這麼辦 船到橋頭自然直 咱們隨機應變 媽 危機案的人去相接你 等會兒見到我老婆 你是千萬不能說自己很有錢啊 知道嗎 你這混小子 是不是想白嫖人家姑娘啊 要是相不重兒戲 隱藏身份也就罷了 那要是相重還有隱藏 上次和他結婚那個女啊 到底又和咱們見什麼面 人家是半金女 這次我看這小子 到底能找個什麼樣子 這有半天了 安排接咱的車怎麼還沒到呢 不是說十二點就到嗎 這都遲到兩小時了怎麼還沒來 喂 誰安雪 我都已經到江南機場 等了兩個小時了 人為什麼還沒到 誰說是江南機場了 什麼 江北機場 行啊 啊 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 我因為同事給了信息去錯了地方 所以耽誤了你們的時間 師父抱歉 沒關係 我們也很久沒回來了 順便呢在路邊看看風景 是啊是啊姑娘沒事的 那叔叔阿姨快上車吧 叔叔阿姨 哎哎不不不不叔叔叔阿姨 我來就行 啊 哎那辛苦你了啊 哎沒事沒事不辛苦 謝謝啊 不客氣謝謝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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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阿姨請進行安全帶我們走了 哎 兒子都奔三了 找到一個趁心如意的不容易啊 是啊 關鍵是 他還帶著三個孩子 我聽說兒媳還是出轟呢 這要是能過了咱的夜 家裡那麼多錢啊 房子啊 放著幹什麼 能拿出來的都得兒媳 就是 那魔都有幾棟寫字符 那帝都還有十幾套四合院 哦對了 楊騰還有幾套別墅呢 兒媳想要什麼 給他什麼 哇 真心 嗯 怎麼回事姑娘 車躺不著了嗎 不好意思啊 這車我也是第一次開 我現在下去看一下啊 哎 這放假野外的這怎麼辦啊 對不起阿姨對不起啊 對不起別著急啊姑娘沒關系的 哎 說說 沈暖暖你怎麼搞的 沈暗雪這車怎麼拋毛了 我怎麼知道 這車原本還好好的 怎麼你一開就拋毛 我讓你接個客戶你自己看看 遲到了幾個小時 這就是你安排的故意讓我開兩破車出來 我是不放心你 怕你惹事啊所以才跟過來的 看來我猜的沒錯 你就是狗手上不了 沈暗雪 是你給錯了位置 我繞了遠路所以才遲到的 沈暖暖 公司養你有什麼用啊 你就等著被開除吧 這位姑娘 這位姑娘 你剛才說那話 有點過分了 剛才的事情 我們一直都看在眼裡 沈小姐一直在忙前忙後會我們服務 我覺得她沒有做錯什麼 沒錯 倒是你 一直在咄咄逼人 都為同事 何苦這樣為難別人 叔叔阿姨 你們是不知道啊 這個沈暖暖她一點學歷都沒有 純粹是靠走後門才進入到我們公司的 我覺得學歷啊代表不了人吧 這沈小姐一直都很有禮貌 反而是你 就算你學歷再高 我覺得 也是一個沒教養的人 是啊 我勸你啊 還是要學會與人為善 叔叔阿姨 我知道了 所以 要不你們先上我的車吧 我帶你們走 你的意思是 把沈小姐一個人留在這兒 我跟你說 這可不行 這沈小姐是專門來接我們 要走啊 我們得一起走 你先走吧 我們等別的車 哎呀 哎呀寶貝 哎呀寶貝 來 爺爺抱抱 媽咪 爺爺奶奶給你們隆重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媽咪 媽咪爺爺奶奶剛才沒認住你吧 請你不要貼意啊 爹地做事也太不靠谷了 怎麼這樣就讓媽咪出來接爺爺奶奶了 原來你是我們的兒媳婦啊 唉 你看 這兒子辦事就是不太老靠 辛苦兒媳了 啊 爸爸媽媽 爹 這些豪車你穿哪弄來的 今天路過一家旁邊的4F店 他們說現在可以免費提供試駕服務 啊 媽咪別想那麼多了 快上車吧 哇 等等 哎 你們慢點跑 沒事 小孩都這樣 爸 媽 你們 住這麼個別墅 這個別墅啊 是我們的 對對對 我們是我們的 啊 那這是誰的別墅 等等 哎 哎 兒子你終於來了 快過來 嘿嘿 啊 老婆 我都聽說了 辛苦了 這是我爸 這是我爸 哦 這個別墅是福音廳 我爸是福音廳的管家 我媽是包 哎對對對 我們都為福音廳服啊 原來是這樣啊 可是他們穿的也太好了吧 啊 怪不得大家都說 您二位是重要人物 原來你們果然都是富士集團的高層啊 哎對了吧 在車上的時候 我聽您說 你們在摩都都有好幾棟樓 在帝都 有十幾個四個月啊 這我怎麼都沒聽到你提過啊 那這個 我爸要老公吃的 他說 啊 啊 是啊是啊是啊 那您二位平時都住哪啊 也不能一直都跟著副總住吧 哦 老婆 我爸媽 就住在這個別墅的早間 啊 對 我出生都是在這出生的 我十八歲之後才搬出去了 我居的滋味我懂 爸媽 你們辛苦了 哎 大尾 我們那兒租了房子還挺大的 要不然你們搬過去 我跟我們一起住吧 那感情好啊 我也想跟兒媳孫女孫子一塊住呢 哎呀 這兒媳跟兒子剛在一起 這蜜月都沒度完呢 咱們過來算怎麼回事啊 哈哈哈哈 是是是 你看我這樣 一見著兒媳婦激動的 爸媽 你們放心 我跟大尾一定會好好奮鬥的 爭取早日 讓你們過上更好的生活 真是我的好兒媳 比我這兒子還強呢 老爺 夫人 哎 我回來了 嗯 老爺 夫人 哎 你看我 又忘了跟你說了 這個 可能是我們家傳承已久的一個絕活 就通常我們會在工作之餘呢 等主人不在家的時候 經常扮演一些cosplay的聲音 好 就比如說那個 會扮演不同的角色 老闆啦 老闆夫人 那個我 適合的放鬆一點 哈哈 啊對對對 哈哈 我懂 我平時也會經常幻想自己是世界首富什麼的 哈哈 這就叫 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嗎 哈哈 哎呀 對了兒媳啊 你看這第一次見面呀 我們也沒什麼好送你的 來你過來 哎 哎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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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媽 你個臭小子 要是我今天正好碰見兒媳 還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讓我跟兒媳見面呢 你這小子 還讓老爸我陪你演了這麼長時間的戲 嗯 哇 您看 您這不見平衡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啊 爸在這兒 娜娜呀 這是我們家祖傳的翡翠項鏈 你戴著一定好看 啊媽我不能要 哎呀 哎呀我真不能要 哎呀我真不能要 拿著 我我不能要啊媽 媽 這東西是假的 你怎麼能送人呢 媽 這東西值一千萬 要讓她知道我們就完蛋了 嘘 哎呀 你看我真是老糊塗了 這翡翠項鏈呀 是我從兩元超市買的 哎 你看咱們家這麼窮 也拿不出什麼東西給兒媳 這怎麼辦呀 媽 我什麼都不要 您跟爸為了照顧大偉這麼辛苦 以後我們倆一定會好好孝敬您的 真是我的好兒媳 媽 咱們一家人 整整齊齊吃個團圓飯吧 對對對 我呀我下廚 好好招待招待兒媳 好 走吧 來了寶貝們 來吃飯了 奶奶給你們做了好吃的 哈哈 耶 一家人終於團圓了 這都是媽咪的功勞 姐弟 你等會兒要好好謝謝媽咪 等會兒多給媽咪加點菜 有了媽咪才有家 寶貝們 你們也太可愛了吧 來 我們一起敬媽咪一個好不好 來 乾杯 哦對了 那個兒媳的同事叫什麼沈寒雪 他也太差勁了 是吊男兒媳 公司怎麼要這種人的 沈寒雪 嗯 知道了吧 媽 沒事的 沈寒雪 他就像個跳樑小丑 我看他就跟看戲一樣 挺有趣的 來 沈寒雪 我都查清楚了 怎麼說 夫人跟您的前妻沈寒雪 的確是同父異母的姐妹 但這沈寒雪一家太壞了 他們篡躲著把夫人趕出的家門 這幾年 夫人一個人在城市裡面打拼 真是吃盡了骨頭 當初夫人被學校開除 你是沈寒雪的 我知道 你安排一下 我要請沈家的人吃的 副總 您這是 讓你安排就去安排 是 媽 沈寒暖 他們家怎麼突然那麼有錢 怎麼可能 就憑他也配 那他怎麼一下子 做那麼大的房子 而且他們家 還有那麼多名對的白錢 我沒換 難道 師父讓我一下子發財 就他那下山了的東西 這輩子發不了錢 哈哈哈哈喜事喜事大喜事啊 哈哈哈哈 怎麼了老公 剛才江城守護傅元廷啊 給我打了個電話 說要請咱們前家呀 在佳華飯店吃飯 真的假的 這副總可是我們沈家高攀不起的好本了 他為什麼要請我們 而且還是在佳華這麼貴的飯店 我看呀 八成是看上咱家小雪了 要準備和咱家聯姻呢 媽 你說的是這 哎呀 那你想呀 你也算是在江城 是個小的美女了 你還在他們的設計公司上班 你的業績還這麼好 哎呀 他肯定是早都關注著你了 太好了媽 我要好好打算給你打算 你要是嫁給付款的呀 那咱們沈家呀 可是越生為江城 一流世家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麼在這兒呢 爸 你是不知道 這個傅大偉啊 現在跟沈暖暖結婚了 真的是臭語長爛想 不會找王吧 只不過說實話啊 他們倆還挺陪 一個財主 你還敢坐在你位上 還不趕緊快看 等一下 還不知道誰 你別理他 等副總來了 你看他還怎麼囂張 走三入座 過了今晚啊 你們兩個就老老實實地 去外面當個要販的乞丐 不會有任何一家公司 敢收留你們 你好大的口氣啊 哎 走出走出 哎那個 副總 沒來嗎 副總 不就在這兒 啊 做我介紹一下 我叫傅雲婷 是沈暖暖的丈夫 你不是傅大偉嗎 跟我女兒結婚的時候 你說你是一無所有 完了你說你叫傅大偉啊 你怎麼可能會是江城首富 傅雲婷啊 當初沈寒雪 是為了錢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就跟他 我是傅雲婷的 沒想到你們一家 很允許 不可以 啊 我也 四五五輯前線 沈寒雪才能近捨家公司 不然憑他的業績 早就被公司開入一倍子 没想到你们将仇报 屡次跟我夫人过去 没想到你是江川首富 天呐我错过了什么 副总你就当我们 事实瞎了眼 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不懂这不是我们的错 来请原谅我们 别喜欢 声音真心 把这碗套喝下去 你们就有力气 这屁股 我知道你说话 我喝喝 我 我 副总 这汤我们也喝了 你错我们也认了 就原谅我们吧 这看在小雪给你生了三个孩子 这三个孩子 也有我们沈家搬个血脉啊 要不是看在孩子的面子 你们几个坐在这 是是是 要是你们几个再敢招呼 就跟这本杯子 哦对了 还有一件事 如果你们告诉我夫人 我的真实身份 我就让你们在江城消失 是 是 神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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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没完 喂 喂 怎么了 喂 暖暖 我跟你说个事 你听了之后 千万别激动 什么事啊 你快说吧 我今天见了一个朋友 他认识五年前 给你接生的理护士 他说你的孩子 可能没有死 你说什么 那你朋友 还说别的什么没有 那没有 他也是五年前 听理护士提醒 具体现象他还不清楚 要不你去问一下理护士 那个理护士早就辞职了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 那要不再去医院问一下 好我知道了 我先挂了啊 喂李护士 沈小姐 五年前的事情 你要是再敢乱说 小心我要了你的命 我不敢 你不敢就好 别忘了你是收了钱的 现在的事情还没有办完 你替我安排 医生 五年前 我在你们医院生了三个孩子 公司给我接生的女护士说 我的孩子身体很健康 孩子生下来啊 我们医院都会有相关的健康检查记录 是这样 我去帮您查一下 你稍等 好 谢谢医生 好的 大家 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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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 有 沈小姐 怎么样医生 都在里面了 你自己看看 还是去世了 医生 可是当时 李护士跟我说 我的孩子身体十分健康 没有任何异常啊 你说的这个李护士呀 因为发生医疗事故 已经被医院开除了 他这是故意散播谣言 诋毁医院 他的话怎么能信呢 还是我想多了 医生 那我的孩子去世之后 他的医体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会对婴儿的尸体 统一进行火化 埋到医院的后山去 谢谢医生 宝贝们 这么多年 不是我不来看你们 是我觉得 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说我对不起你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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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们 妈咪 你自己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在这儿啊 看他们三个小朋友 结果他们没在 爹地说看到你来医院 我还以为你身体不舒服呢 爹地做事初心 有照顾妈咪不到位的地方 妈咪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他们跟我们一样大吗 有我们可爱吗 他们呀 跟你们一样大 一样可爱 那有时间 带我们去见见他们呗 我们真的很想见他们 好 妈咪 我们今天来 告诉你个好消息 今天是我们三个的五岁生日 记得和我们一起吃蛋糕哦 今天 四月五号 他们竟然跟我的孩子 是同一天生日 爹地没时间 所以没来得及跟你说 爹地犯了错 我们帮他承担 妈咪你不要介意 宝贝们 你们为什么不喜欢 你们的亲生母亲啊 因为我们的亲生妈妈每天都嫌我们麻烦 所以早就不跟我们在一起了 每天都是保姆来带我们的 他每天都不搂我们睡 我们不喜欢他 也许是我想的 也许是盛天 正能拍这三个小天使来跟我相见 今天我们不仅要吃蛋糕 我们还要拍全家福 好不好 好耶 好 晚安 傅大文 每天就习到工作 不回家好好照顾老婆 我献你十分钟内 带上礼物 我回来陪礼道歉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妈咪 今天是我们的生日 也是感恩日 感谢你对我们做的一切 我爱你妈咪 妈咪我也爱你 妈咪我也爱你 真乖啊宝贝们 那你们可以学了 我祝妈咪永远年轻漂亮 比花都漂亮 我祝妈咪永远开开心心 开心到气非 谢谢你 我们以后可得好好保护妈咪 如果有人敢欺负妈咪 我们就一定让她好看 让她变成小丑 他们真的好可爱 你们怎么这么好啊 那宝宝们 我们一起吹蜡烛吧 好不好 好好 吃这个 这个好好吃 妈咪你吃 宝贝们 如果你们还活着 应该也有这么大 当初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们 现在我决定放下过去 重新开始 我的身份不能再隐藏了 必须现在告诉她 老婆 喜欢吗 老公 你怎么又乱花钱啊 老婆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就是觉得现在这样真好 能和你结婚真的好幸福啊 我也觉得跟你结婚真好 对了 其实 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 什么事啊你说 这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其实 我不是副总的推出 那你是她什么呀 其实你可以上网看看 晚上有很多关于副总的资料 我跟副总长得也很像 其实我不是副总的副总 所以你是 你是副总的替身 老公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短剧啊 那个短剧叫 冒牌战神 我跟你讲 特别特别好看 里面有一个桥段 就跟你 长得一模一样 男主呢 就是给自己找了个替身 不是 你听我说 你自己找了一个 就是 喂 沈小姐 明天咱们公司要接待一个大客户 你的设计稿是咱们的重重之重 你要好好地准备一下 好嘞主管 老公 那我先加班了啊 改天再说 我 加班 宝贝们 这个周末你们想去哪里玩呀 我想 跟妈咪一起出去演餐 我想跟妈咪一起去放风筝 你要跟妈咪在一起 我们做什么都很开心 哎呀宝贝们 你们怎么这么可爱啊 玩什么玩 作业都写完了吗 等头末写完作业再说 听到没有 哎呀 哎呀 慢点 慢点 我来了 你来干什么 我来 当然是跟我的三个宝宝过生日啊 哼 不行吗 是不太行 人家宝贝明明是昨天的生日 你连人家生日都记不住 你还好意思过来 可烦 可爱可心 生日快乐呀 来 妈妈抱一个 你们这么快就不愿意跟妈咪拥抱了吗 你不是我们的妈咪 为什么要和你拥抱 那你们不欢迎我进去了 不欢迎你 你有什么话 咱们出去说 老婆 我出去一下就会 你 走啦 我们会去吃饭咯 我不都已经说过了吗 你还回来干什么 我想我的三个孩子了 想回来看看怎么了 我跟你一点瓜葛都没有 离婚的时候 我该给你的都给你 傅云婷 傅首付 你隐瞒身份跟我结婚 离了婚之后你就给了我那么一点财产 我现在要拿回我英卓的部分 当初你给我下的药材 这件事情我不肯你记住 这些年 我给你的还少 你在设计公司一点业绩都没有 还拿着最高的工资 那又怎么样 孩子是我的 他们终究离不开我 所以 你也离不开我 沈寒雪 你说这话的时候不灵活 他们为什么连一句妈都不喊 你心里不清楚 从他们生下来那天起 你就不再是他们的妈 母子连心 再怎么说 我也是他们的妈妈 现在孩子还小还不懂事 终有一天 他们会认识的 不好意思 他们跟我夫人过得很近 你就别想 夫人 这才结婚几天啊 就叫上夫人了 你别忘了 六年前的那天晚上 是你强行跟我发生关系 才有了三个宝宝 我为了你怀胎十月 所以我生孩子的时候 所遭受的多大的罪 这些你全都一笔勾销 你别跟我提六年前的一个婚事 你现在怀疑根本就不是你 傅云婷 我的人生已经被你毁了 你想过和拆弃好 不可 你想要多少钱 我给你 但是想付 我 还有 奉劝你去 你现在放下一切还来得及 总之 我一分钱 傅云婷 钱终有一天会花晚的 只有拿回我的三个孩子 你的一切 才都是我的 妈咪吃鸡蛋 妈咪不想吃 你吃吧 妈咪 你是不是怕爹地和亲妈跑了 跑了就跑了呗 他跑我们就跟妈咪 我们这叫去腹留子 我们再给妈咪找个爸总老公不就结了 我们给妈咪找一个更帅更有钱的老公 行 你们几个小家伙 又说我话怕了吧 哪有啊 宝贝们在开玩笑呢 老婆 你别生气了 我去跟他聊了十分钟 我生什么气啊 人家是孩子亲嘛 来看看孩子很正常 老婆 你放心吧 我跟他说了 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老公 我相信你 毕竟我们才是一家人嘛 嗯 吃饭了 吃饭 哦 啊 不让你跑 大哥我不跑 我欠你的钱我一定 再快些我几天可以吗 欠我五千万的债 拿什么魂啊 沈冰云 原以为我不知道 沈家 已经破产了 现在沈家最值钱的 那你就是你呀 我愿意赢了三十 又愿意赢了三十 十 我们家救了一个儿子 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饶了你也不是不可以的 我必须能 跟姐姐 嫁给江城手 嗯 把她脚够了 捷雷吉亚 宝贝们 妈咪要去上班了 拜拜 哎呃妈咪 今天能不能不去上班呀 啊不能哎 但是啊 妈咪答应你们 嗯等下了班呢 一定第一时间 就回来陪你们 好不好 嗯 嗯 嘿呀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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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远婷 你这个腹黑的资本家 今天可是周末 你怎么还让妈咪去公司加班呀 爹爹 你这样做 会把老婆做没的 爹爹 你赶紧让妈咪下班 不然我们就不认你这个爹爹了 杰鸳 救救我 沈冰宇 你怎么来了 姐 你一定要救救我 姐 姐 我早就不是你姐了 姐 你这是我昏的 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 现在水价已经破产了 我们日子 实在过不下去了 姐 求你帮帮我 你姐咱们是亲姐弟 不是吧 我只有这些了 我先拿着用了 我们已经一刀两断 以后别再来找我 姐 你这是我亲姐 才五万 沈嫩嫩 你打发叫花子 只要把你交给五个 我五千万的账 都能一笔勾销 喂 主管 哎 好 我们就不认你这个爹地了 加班 礼拜六还加班 这也太不像话 大伟 你赶紧处理一下 赶紧让我老婆回家 对了 加班费 给我老婆发三倍 我让你 霍总 已经核实过 夫人今天 没来上班 没来上班 打电话也不接 发消息也不会 不会出事了 快 立马查一下我老婆的位置 是 你怎么在这儿 是你 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找我借钱 你就是为了绑架我 所以才把我骗出去的 就你那五万 还不顾小爷我三丫份 但是要是把你绑起来交给我 我见到五千万一 这 这一笔功枭 我 你们姐姐还真是一样 狗敢不要吃屎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告诉你 绑架是犯法的 你想以后都在监狱里度过吗 小他妈废话 我去 小美人 你长得可真雕致啊啊 兄弟们今晚他有福了啊 我没请的事情绝对不能再重演啊 还得终不回家呢 哈哈哈哈 哦哦哦哦哦哦 哇 妈的兄弟们给我上 哎 哎 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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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我來 姐我再也不敢 原諒我我再也不敢 神秘 以後再也別來找我 姐我再也不敢 我再也不敢了姐姐 把他們回出去 我不如再踏進精神一步 姐 姐 姐 沒事了老婆 歡迎已經被趕跑了 老公 你怎麼知道我會有危險 咱們是夫妻 有一種默契 叫新趙不軒 老公 你真好 老婆 其實當我看見你的時候 我就想起六年前 我也被人下了藥 所以當我想起你的時候 我就特別心疼你 六年前 時間這麼久 老公 其實我一直有一件事 想向你坦白 老婆 其實我也有一件事 想跟你坦白一下 那你先說吧 你提的你先說 那好吧 就是 六年前的時候 我被沈寒雪下藥了 然後我就 懷孕了 還生了三個孩子 什麼 難道 當天跟我在一起的人 是她 我 我不是故意要買你的 是因為 那三個孩子後來 後來 後來怎麼了 沒保住 生下來沒幾天 就不在了 所以啊 你問我為什麼會這麼喜歡你的三個寶貝 我想 這應該就是 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吧 沒事老婆 唉 老婆 沒事 你失去了三個孩子 但是上天 又送了你三個孩子 而且 還送了你一個老公 你 好了 現在趕緊說說 你要向我坦白什麼事 嗯 其實 其實我不是一般人 唉行了吧 唉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你說吧 你是奧特曼還是超人呢 嗯 有人 讓我看看你的徽章 我看 讓我看一下 讓我看看你跑什麼 讓我看看你的徽章在哪啊 讓我看一下 讓我看一眼 我看我了 你不是一回 我看你 那是 你不是一回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是一回 好像老婆一定会喜欢 云婷 今天晚上 明华餐厅 我们见一面 没兴趣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 你难道不想知道 孩子的亲生母亲是谁 这是 是我的前夫 也是你的现任丈夫 傅云婷 没错 他根本不是什么傅大伟 他叫傅云婷 他的真实身份是傅氏集团的总裁 大伟只是他特助的名字 所以一直以来他都在骗你 那孩子们呢 他们也都知道 不过是帮着傅云婷 一直瞒着你吧 他的父亲是傅氏集团的董事长 母亲是林氏集团的大小姐 根本不是什么管家和用人 当初你被学校开除 也是傅氏集团 一直给学校施加压力 所以导致的 所以自始至终 像个跳梁小丑 一直被耍得团团转的 实用你 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 既然我嫁给了云婷 那这就是我们的家事 就不劳你费心了 今晚七点 明华餐厅 你来吧 会有清洗 就算他真的骗了我 我也应该准备很清楚 你来了 我们和好吧 我也经常找你的要求 可以告诉你 孩子的起身无尽 你要答应我三件事情 我才能告诉你 这只是第一件 妈咪 我们不应该听现 傅云婷的谗言欺骗你 请你原谅我们 妈咪 我们错了 但是我不是真的爱你 妈咪 好 我当然知道你们是最爱我的了 来 妈咪不生气了 这一切啊 都怪那个傅云婷 你还回来干嘛 臭爹爹 欺负我妈咪 是男子汉 就让自己成现错误 那么晚去哪了 我在公司加班 加班 在明华餐厅加班 是吧 跟沈寒雪一起加班 是吧 非得抱在一起才能加班是吧 沐云婷 站住 我没跟你说怕你生气 我和沈寒雪什么都没做 是她跟我说我重要的事情 要跟我聊 到底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能让你隐瞒身份骗我这么久 我是不聪明 但我也不是什么都要 我们离婚吧 老傅 BBQ了 完了完了 BBQ了 这下神仙也救不了傅云婷了 我来个妈呀 等等 我不同意 你可以不原谅我 但他们三个怎么办 你可以不要我 你连他们三个都不要了 我只是不要你了 妈咪 我们也不要她了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走 两条腿的男人到处都是 妈咪 你吧 不是 你们三个说什么呢 那我呢 你就等着孤独终老吧 不是 你们这是要去父留子啊 宝贝们 你们不用这样 她呢 毕竟是你们的父亲 你们又姓父 所以啊 不管你们选谁 妈咪都会理解的 不要 我要妈咪 明天我们就去盖户口本 以后我姓沈 我叫沈可凡 我叫沈可爱 我叫沈可欣 我知道错了 你别生我的气了 你就原谅我这个字好不好 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反正我们也不是因为喜欢才在一起 现在及时回头 你还来得及 其实我是有苦衷的能难 你信我好不好 妈咪我好困啊 我们去睡觉好不好 妈咪我也好困啊 我也好困啊 多困了 那妈咪带你们去睡觉好不好啊 好 好 可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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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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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啊 听我说 暖暖 外面好吵啊 妈咪 千岁 今晚我跟你讲不声 暖暖 暖暖 不是暖暖 暖暖 暖暖 等一下 暖暖 等一下 暖 别走 你走了这个家就散了 啊 我我不走 我这是你行的耶 是 你要赶我走 你赶紧走吧 我等会还得参加慈善拍卖会呢 哎呀快快快走走 那你参加拍卖会 我在家留下照顾三个孩子也行 不用了 美女我来了 你来的正是时候 小可爱们大姨来了 小蛋糕 那你干嘛呢还不走 我也想吃小蛋糕 我也想吃小蛋糕你吃屁吧 赶紧走啊 去让你的小孩去吃啊 赶紧赶紧走 不走是吧来来来 走 走啊你给我走 暖暖好样子 这种渣男啊就留不得 宝儿 还得麻烦你帮我照顾好三个宝贝 嗯你放心 我去拿嗯 喂喂沈小姐是我 我今天受到你校长的邀请 参加这次慈善拍卖 我看名单上还有你的名字 啊好啊秀斯先生 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帮我指点一二了 我很期待看到你的作品 好 你看看你 这么一点小事你都办不可 你说说你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你当初要是不骗他 哪有今天这回事 你看现在弄他 气虎难下 想说反而不敢说了 妈 我怕我跟他说出来 他觉得我在欺骗他 你本来就在欺骗人 你现在赶紧的坦白从宽 抗击从严 你骗他就算了还非得拉上我们俩 到时候儿媳要跟你离婚 你就尽身出谱 我们俩带着孩子跟他一起 爸 妈 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你儿子要离婚了你帮我想想办法 我觉得吧 在感情里面真诚是必杀机 对 这事啊 你拖不得 我看呀 干脆 今天晚上你就跟他坦白 他那么喜欢那三个孩子 只要你保证今后不再骗他 看在三个孩子的份上 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好 那我现在就回家 好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副总 今天我要参加一场自善拍卖会 你能不能过来帮我撑撑场子啊 我没兴趣 你想不想知道孩子的母亲是谁 行 你等着 咱们上次说的那个事情也在 呀 沈暖暖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当年你抄袭你妹妹沈寒雪的作品 闹得是全校戒指 你也被开除了学籍 现在你好要有脸来 是想让大家看你笑话的吗 我没有抄袭 我问心无愧 倒是你 你当年的毕业作品 抄袭的是家木的造型和良辰的配色 只有尤其是你自己耍的吧 你还在这嘴硬 等会儿小海雪就要来了 我听说江城首富富云亭 也会跟他一起来 到时候有你好看的 我还怕不得他来呢 审得我自己来参加拍卖会 多无聊 行 你给我等着 原来还是要陪上海雪 可笑的 小雪你来了 昨天晚上 我跟云婷在一起 我们打算复合了 毕竟那三个孩子 是我身上掉下来的种 我交给你一个外人 不放心 沈寒雪 在我面前你不用装了 你对可凡他们是什么样 你自己心里清楚 小雪 你老公怎么还没来啊 他是江城首富 掌管着偌大的富士集团 事务繁忙 不过他很快就会过来了 今天是我作品拍卖 他肯定要过来 给我撑场子 那是 不像你旁边这个 求酸一个 竟然还妄想参加拍卖会 也不知道哪个缺起眼的人啊 能看上他的东西 周云 你还真是个懂行的人啊 一眼就能看出我的求酸 可我全酸怎么了 我再成酸 也比某些虚伪的人强 毕竟我不需要 借助别人的眼泽 来照亮我自己 你这个没有学位的废物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说风凉话 我现在有地位 我有资格展示我的作品 而你呢 你就是一个孝 我是孝敏 那你呢 毕竟我又不需要婚姻 来获得财富和地位 我有自己的能力 和独立的人生 而你呢沈寒雪 你总是需要依靠别人 才能生存下去 因为你是那个野女的女儿 可怜至极 你 小雪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等会你老公来了 就是大家重新认识你的时候 那是 各位 开卖会即将开始 请大家做好准备 我宣布 开卖会正式开始 首先 让我们热烈欢迎 本次特别嘉宾 富士集团总裁 傅云婷 原来这就是富士总裁 这么帅 首先要拍卖的是 今天的一号作品 周云小姐的作品 花枝首饰盒 设计上采用传统 两枪机关 起拍价 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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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万有人出价吗 有 没有人吗 这是怎么回事 这首饰盒是抄袭的作品 怎么可能有 花枝首饰盒 留拍了 接下来要拍卖的是 今天的二号作品 来自于 沈暖暖小姐的作品 希望之星项链 那么这串项链呢 起拍价 也是三十万 三十万有人出价吗 难道今天 这件作品也要留拍了 一个亿 沐总出手就是阔主 还有比一个亿更高的吗 一个亿一次 一个亿两次 一个亿三次 成交 你你一句 我就能跟你传过五号 我告诉你不可能 沈暖暖 这一个亿 我不是你证明什么 你的才华是五下的 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值得被真实 无论是你的才华 还是在我心里 沐总 我想问你一下 为什么 你要拍下这串项链呢 沈暖暖在我心里 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设计师 她值得更好的为了 我有意见 沈暖暖的这个作品 是抄袭的 这也是抄袭的 沈暖暖 你有病吗 你别血口喷人啊 六年前你已经污蔑我一次了 如今你又估计重施是吗 台上这个作品 它的纹路跟颜色 跟我的作品是一模一 你还敢说自己没有抄袭 沈暖暖二次抄袭 这也太表演了吧 这条项链的灵感 还是我跟孩子一起 阅读的时候找到 名字还是他们去 怎么就成抄袭 沈小姐 我知道 我现在跟云婷已经离婚了 但是这三个孩子 毕竟是我亲生的 我很感谢这段时间 你对我孩子们的照顾 可是你不能这么对我 不是吗 什么 沈暖暖竟然抢走了 沈寒雪的孩子 沈暖暖给傅云婷当小老了 还要做人家孩子的后妈 沈寒雪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云婷 我知道你善良 所以才可怜这个女人 让这个女人来我们公司上班 但是她抄袭我的作品上位 沈寒雪 你是真不要脸 六年前谁抄袭谁 你心里没数了 沈暖暖因为抄袭 又开出学籍 当年都上了新闻 那是你从中做个无相妇人 我现在宣布 沈暖暖没有抄袭 难道 你就不想知道 孩子的亲生母亲是谁吗 老婆 跟我走 还你清白 他们俩亲手 傅云婷 您可不要后悔 这个抄袭 关费有什么好的 这是消息 实验差异 谁是抄袭者 还不一定 这是世纪顶级设计师 苏思 苏思先生 你怎么会在这里 沈寒雪 请问 这是你的作品 粉红执行手链吧 是的 怎么了 真小 从前 我也有一个 跟这个一模一样的作品 也叫 昏红执行手链 请问 你的作品 叫 昏红执行手链吗 你什么意思 大才女 沈寒雪 居然抄袭 你说可笑不可笑 不然一模一样 沈寒雪恶人心高壮 原来是她自己抄袭 只有心术不正的人 还会把自己的恶行 嫁回给你 沈寒雪 这回你报了 我世界见了 粉红执行手链的名簿 但是我没有抄袭 一模一样都不叫抄袭 沈寒雪 你太不要脸了吧 沈寒雪 是个儿子 芝小姐 抄袭与否 拍卖会的主办商会做主 你们给我等着 现在我就招告江城所有媒体 还你一个清白 楠楠 你以为一切都像你说的那么轻松 六年前 你因为沈寒雪的一句话 毁了我的前途 现在又因为你的一句话 让我声明去起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补偿你 没有你我早就共成名就了 天哪 以设计的项链才有创意 就是充满 童话般的爱和自由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 我知道您今天有没有时间 我可以请您吃个饭吗 休止不得 请 好 小小姐 你没事吧 没看到他我老公 多谢你的好意 我的老婆 既然如此 小姐 再会 傅云亭 你放我下来 傅云亭 我数三生 你不放我 再来你就完了 放你下来 傅云亭 你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你什么意思 分手礼物 我倒 嫁给我 好不好 不好 我喜欢的是傅云亭 可你是傅云亭 我不信 沈暖暖 跟你在一起以后 我早不是傅云亭 我就是傅云亭 跟你在一起 我才知道什么是傅 什么事 可你跟沈寒雪在一起 不也是这样吗 老婆 你误会我吗 那天沈寒雪找我说 她知道孩子的 亲生母亲是谁 你 什么意思 你是说沈寒雪 不是三个孩子的 亲生母亲 对 她用这个事 一而再再而三的微信 跟我提了很多 无理的要求 所以我才会出现在 冥花三天 才会被你误会 那她有跟你说 孩子的亲生母亲 到底是谁吗 老婆 不管沈寒雪 是不是孩子的 亲生母亲 从今以后 孩子的妈咪 只有一个 那就是 但你还是骗了 我们离婚吧 离就离 离了大不了 我再追你 反正 我只想要你 我只想做你的辅导 那片天空 沉沉相落与荒芜 仿佛不曾明星空 那你不拒绝 就是不离婚了 看你表现吧 你想我怎么表现 好 How to be brave? How can I love when I'm afraid to fall? But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 All of my doubt suddenly goes away somehow One step 爹地和妈咪回来了吗? 我要跟他们一起睡 爹地和妈咪有重要的事干 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可欣,你该当姐姐了 这卡里有五千万,你先拿去当零花钱 妈,这个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不多不多,一点都不多 就是啊 我们家云婷是二婚,还带着三个孩子 真是委屈你了 就是,这个臭小子 非说自己是傅大伟 还连带着我们俩跟他一起演戏 真是对不起你啊 儿媳,这事啊,都怪云婷这小子 没有没有,爸妈太客气了 暖暖啊,你真是个好儿媳 你们结婚这么久,连婚礼都没办 这臭小子,是不是连求婚都没有啊 妈,他已经送我戒指了 这还差不多,算你有觉悟 暖暖啊,你挑个日子 我们跟亲家公亲家母见一面 商量一下婚事 我没有,爸妈 我跟他们已经断绝关系了 今后啊,我们就是你的亲生父母 还有啊,以后云婷这小子 要是对你不好,我替你收拾他 爸,我可是你亲儿子 我先接个电话 喂 什么呢,你的孩子真的没有死 他们在哪儿 小样孩子,到别墅对面来找我 是不是那个声寒雪 嗯,不是 妈,我有事先出去一趟啊 老婆,我送你吧 不用了,你陪伴妈吧 我去去救回 那你慢点 喂,你在哪儿,我已经出来了 你把话说清楚,我的孩子在哪儿 你到对面就知道呢 喂 喂,你说过 老婆,你没事吧 我没事了,老公,你快拦住那辆车 喂,大伟 老婆,两人来寄水路 男座让白色掉下 老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关于我孩子的事 李护士跟我说 我的孩子没有死 他说只要我下楼 他就把真相告诉我 结果我刚下楼 他就开车冲我撞过来了 要不是你来得及时 我就被他撞死了 老婆,你放心 这一时,我护你周全 嗯 妈咪,不要担心 我们都在这儿 就算天塌下来 有富云亭顶着 他要是顶不住 还有我们三个呀 嗯 是啊,妈咪 就算有大风大浪 我们也会为你 撑起五星级的文心佳格 嗯,你们怎么这么好啊 嗯 老公 哦,你怎么了 没车 嗯 沈暖暖六年前 曾经在酒店酒后乱醒 是生给了一个小流氓 还生下了那孩子 酒店搞你的金户 我已经发给你了 好好看看吧 你别想到西西的老公 原来是这种人 结婚吧 来喽吃肉肉喽 来 哇 好棒 妈咪做的饭好香呢 好香吧 你不喝 是不是想让我喂你喝 嗯 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 你的未来我一定守护到你 副总 李护士已经找到了 走 这边 是 是 是 沈寒雪威胁我的 要是我不听她的 她就会整死我 那你说我的孩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夫人说的话你没听见 快点说 那三个孩子不是沈寒雪的 是沈奶奶 是什么 那是六年前 事情办得不错 这是给你的报酬 以后 这三个孩子就是我的了 等我跟傅云婷结婚 还有你的好处 谢谢沈小姐 你现在就去找沈奶奶 告诉我 她的孩子已经死了 是沈寒雪把沈奶奶的孩子 当作是她跟您的 所以你们才结了婚 开车撞人 也是沈寒雪指使我的 要是我不这么干 她就会弄死我 那这么说 老婆 这三个孩子原本就是你的 那六年前 在酒店 六年前那个晚上 我们就在一起了 可是 可是你胸口的是十字型疤痕 不是一字型疤痕 这个 这个当时沈寒雪 刷过做什么疤痕修复手术 啊 手术当时不太成功 所以十字型疤痕 变成了一字型疤痕 原来是这样 老婆 副总 那这个把她和沈寒雪 给我送到警察去 是 走 今天我们一家 终于团圆了 嗯 中午想吃什么 我做给你吃啊 你做什么我都想吃 嗯但是 最近有点想吃辣的 辣 老婆 你没事吧 你没事 老婆 你不会又活上了吧 啊 啊 还原两个月了 以后要多注意休息 饮食也要注意营养 明白医生 有空多带你老婆来医院检查 谢谢医生啊 谢谢医生啊 谢谢医生 老婆 嗯 我要当爸爸了 我好紧张 你紧张什么呀 你不早就是爸爸了 那不一样 老婆 你怀可烦的时候 我不在你的身边 这次 我想亲自找你 我们先把婚礼办了 等宝宝出生 事情就变多 这次 我不想再跟你留下眼了 这夫大尾 长得还挺帅啊 啊 有请新娘登场 老公 我嫌不嫌坏啊 老婆 一点都不行 沈小姐 无论贫穷与富贵 无论健康与疾病 你愿意嫁给傅先生吗 我愿意 傅先生 无论贫穷与富贵 无论健康与疾病 你愿意娶沈小姐为妻吗 我愿意 好 请双方交换对戒 以上 每一刻给戒掉 每一刻都不是 he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